現在聖誕節的假期,以至今個月月底,新年,隨即,我們叫做寒冬 你看到黃金的檔期,例如冬至聖誕節,或隨即,一定會有漲價 但今年大家的漲價幅度一定很少,甚至沒有漲價,甚至減價 我最近有聽過一間酒店,大約在平安夜,1800元港幣,包一晚住宿 還包自助晚餐和聖誕節早餐,平時1800元只是僅僅夠 可能是聖誕節吃過自助餐,兩位 在去年的同期,其實內地入境團平均每一天都有大約250個旅行團 但其實近期,我們持續了超過半年,香港的問題 特別在過去幾個月,我們的旅行團數目平均一天都是20到30個 其實減少了超過九成的,最少有三至四十間 特別是和入境旅遊有關的旅行社 其實他們都暫停了營業 在未來一兩個月,陸陸陸陸陸陸會有些旅行社會 除了暫停之外,可能會結業 其實我們的導遊,是有接近六千多位 全部都受影響 其實很多導遊,是兩三個月才只有一個旅行團 受影響的大巴車,大約有三百台左右 暫停了運作 專門為內地團這個界別服務,大約有五百台左右 出境旅遊,以我所知,都下跌了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其實全球不同的市場來香港的旅遊 都受到我們今次的風波影響 一天香港未回復一個平靜的話 其實很難去重新建設經濟或者重建旅遊業